菲律宾总司令居然伪装称渔民 登上仁爱礁坐谈飞舰 非军参谋长到底如何 登上破军舰 从菲律宾公开信息看 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罗密欧布劳纳 和菲律宾西部司令部司令卡洛斯将军 已经登上仁爱礁坐谈菲律宾破登陆舰 吃烤肉抓饭 那么这两个菲律宾将军级司令 是怎么闯过拦截线 登上破烂登陆舰的呢 其实办法也比较简单 就是浑水摸鱼主要是利用我们的善良 虽然建筑材料不能被送上仁爱礁破军舰 但是为了人道主义 粮食饮用水还是可以送进去 我们是拦截驱逐了运输建筑材料的卡拉延号 水炮直接打坏卡拉延号发动机 最后菲律宾海警4407挺拖着卡拉延号逃离 从海警通报可以看到 因为阿姆一船装的使生活物资放过去了 而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罗密欧布劳纳 和菲律宾西部司令部司令卡洛斯 就是穿着便衣 伪装成普通船员的样子 在粮食运输艇上才会被放行 两个菲律宾老头想上去看看就看看 还能看出导弹 看出钢板来吗 最后菲律两个将军在登上仁爱礁 左探菲律宾破登陆建以后 这两个菲律宾司令才换上了军装 准备给船上菲律宾士兵打起古镜 高调炫耀炒作 但是从这个事情上 菲律宾也暴露出了一个事情 就是为什么菲律宾这么着急运输建筑材料 甚至还要出动两个将军 去现场给菲律加油打气 我们可以从菲律宾军方公开照片发现 坐摊破烂登陆建已经完全无法助人了 因此 菲律主要住在搭建在甲板上的简易铁皮棚子里 这就说明 这艘登陆建的成员舱已经严重腐烂 整个军舰甲板以下部分 腐朽问题非常严重 而且还可以看出 在甲板上还扔着一些铁皮铁板 这些都是老杜 执政的时候关系还不错 通过我方特批 被送上坐摊破烂登陆建 但是也能看出完全都没有进行电焊处理 也没有拿出来修复船体 这就说明 这些年菲律宾方面 一直都没有成功地把电焊设备 维护设备和更多材料运输上建 因此 就是有几块铁板铁皮 也只能扔在那里 而且 从合影看出 整个破烂登陆建到处都在腐烂 甚至登陆建上层建筑已经开始垮塌 炮塌位置都已经烂出了大洞 现在看 这艘登陆建整体垮塌 应该不会超过两三年 最后看 菲律宾军队全力补给 菲军总司令都伪装成船员 才送到登陆建一点米饭 方便面和几个西瓜 菲律宾方面的补给能力 基本上也到头了 平时的时候 菲律宾陆战队在船上大部分时间 都在带着自制鱼插下海捕鱼 以解决食物不足的问题 如果天气好 太阳能板效果好 还可以看一会电视 每一个士兵一个星期 可以给家里打一次卫星电话 时间限制在一个人一次不超过五分钟 在整个马德雷山号登陆建上 秀气斑斑的舰体布满了孔洞 先窗及舱门用木板和铝皮遮挡着 在登陆建底部的巨大漏洞清晰可见 菲律宾军队不得不依靠轮胎 来维持舰体漂浮 在登陆建甲板上 因秀式形成的裂缝和塌陷随处可见 其下面的运输舱 成员舱里则是挤满了海水 破铜乱铁 废旧物品以及各种垃圾 菲律宾期望的南海冲突 冲破封锁线为船只送达物资 成为菲律宾全国英雄 然后从美国拿到大笔援助 日本期望的南海冲突 我们和美国大打出手 日本自卫队作为辅助参战 其实我们的实际处理方法 是把海上民兵组织起来 对船或人 能扣则扣 能滋则滋 他们是不是不知道 我们的民兵其实也很厉害 比如在12月10日 菲律宾公务船3004 好于我放渔船紧紧贴着 我放渔船就是不让开 菲律宾公务船一点办法也没有 看看我们这些渔民兄弟 各顶各的精神小伙 替着小平头 高高大大 皮肤不黑的 讲着各地方眼的三沙土著渔民 根本就不怕什么菲律宾海景 我们就是大方的拍摄工作 再看看菲律宾海景 大白天的 还都鬼鬼祟祟蒙着面 一看就是要做坏事的样子 对有些人的挑衅 不是我们过于软弱 只是先礼后兵 因为水炮都能打跑 七八艘菲律宾船只 这要针上了火炮 那就是催枯拉朽了 这还说导弹呢 实际上小国最好的生存指导 是搁置争议 搁置争议是最好的安排 不要乱动 因为否则每一次折腾 都会丢失战线 菲律宾人就是典型的 没挨过中国的打 颇有点出色牛犊 不怕虎的感觉 你看越南人在1988年挨打以后 在南海安分守寄了这么多年 再也没有在我们岛礁附近 搞事情了 啊 好啊 还有啊 啊